2-1 我们要介绍物质 还有物质的变化 第1个重点 物质跟物体的区别 什么叫物质 凡是占有空间 也就是有体积 具有质量 可用感官去察觉它的存在 这种我们就叫做物质 像水玻璃 金 岩石 石岩等等 第1小点 但是有几种 是一种现象 它并不是一种物质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一种能量 比如说声音 光 还有热 这些我们在未来都会介绍 还有电 还有国三会讲到的磁 这些都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能量 它们并不是物质因为不占有空间也不具有质量 第二小点 每一种物质各有不同的特性 我们可以根据物质的特性来判断物质的种类 比如说铜可以导电 塑胶它无法导电 这导电性就属于一种物质的特性 这个叫物理性质 这一节后面我们也会再介绍 第三点 同一种物质可能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 就是固态 液态 还有气态 我们现在写固态 要学英文哦 全敏这样子 我们取第一个字 S来代表固态 再来液态 L I Q U I D 取第一个字L代表液态 再来是气态G A S 取第一个字G代表气态 一种物质可能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 最常见的水固态的有冰 液态是水气态的是水蒸气 这些状态不一样 但本质都是水分质组成的 第四点 物质具有一定的性质 而且有某些性质来共辨识 像铁钉小刀跟铁穴 这个叫磁性物质 具有质量 具有体积 可以被磁铁吸引 在国三会学到 这种叫磁性物质 跟磁铁不一样 磁铁叫具有磁性 铁钉叫磁性物质 可以被磁力吸引 第二点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能量的特性 第一小点 能量不占空间 没有体积 也没有质量 但是具有做工的本领 这做工 未来在国三九年级的时候 上学起才会学到 老师简单讲一下 什么叫做做工 一个石头放在地面 如果你对他施力 使石头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说 我们在施力的时候 会释放出能量 会把能量给石头 使石头的位置产生了变化 我们就说对石头做工 所以做工是一种能量的转移 未来国三 我们再来学 我们讲一些例子 有一种能量 我们叫动能 像汽车行走的时候 跟子弹飞行的时候 运动的物体所具有的能量 我们叫做动能 电能 电风扇通电之后可以转动 所以电能可以使电风扇转动 可以使洗衣机转动 这个叫电能 还有热能 烧开水的时候 热使水煮沸 使水沸腾 还有使饭煮熟 热能 再来核能 原子弹的爆炸 或者核能的发电 这个都是核能的一种 核能就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直能互换 质量的减少 可以转换成能量 这未来在国三下 我们才会学到 还有弹力未能 像我们拉弹弓的时候 如果你施力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付出比较大的能量 那弓的弦 就会变形比较大 这时候弦就会储存比较多的能量 可以把键色比较圆 拉弹簧的时候也是一样 施力比较大的时候 弹簧的变形量会比较大 所以待会弹簧要回去 那个叫恢复力就会比较大 还有光能 灯泡通天可以发光 发亮是一种光能 还有蜡烛燃烧 除了放热之外 还有跑出光 再来化学能 电池利用化学反应产生电 还有一般常见的化学反应 比如说植物的光合作用 把二氧化水转换成葡萄糖 还有氧气 这就是一种化学反应 第三点我们简单介绍物体跟物质 物体是由物质组成 具有一定的形状跟特性的物品 我们可以这样看 物质是材料 物体就是成品 所以一样的材料可以制造出各种不同的成品 就是不同的物体 第一小点 同一种物质可以形成不同的物体 不同物体可能含有相同的物质 我们说明一下 像铁是一种物质 它就是材料 它可以做成铁钉 剪刀 铁轨等等 这些都叫做成品 第二小点 物体的种类远比物质 种类还要来得多 第三小点 一种物质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物体 像塑胶 做成塑胶杯 玩具 雨衣等等 第四小点 一种物体可能含有多种物质 比如说雨伞的组成里面 它的材料有布 铁 塑胶等等 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物质 就不同材料 组成雨伞这个成品 各项中 何者是物质 物体跟能量 这个物质还可以这样讲 物质其实就是材料 物质的话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成品 棉花可以做衣服 这是材料 这是物质 电灯是一个成品 所以是B 在这里 锡是一种能量 杂质是一个成品 所以是物体 铜 这是一个材料 这个金属 木材 好 这是一个物质 水 也是一个物质 空气 也是一种物质 剪刀 好 这是一个成品 日光 这是一种能量 磁 是一种能量 橡胶 它是一种物质 动能 好 这是一种能量 黄铜 好 这是一种材料 是物质 磁土 也是一种材料 热 是一种能量 散 好 这是一个成品 Q 接下来我们介绍物质的变化 有分两大类 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第一点 物体如果受到环境因素的改变 会引发各种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粉笔外立则断 它外形改变了 待会讲到 这是一种物理变化 第二 木炭燃烧变灰烬 或者露珠 受阳光照射而蒸发 变成气体 好 这个都是因为环境不同 所造成的变化 第三 糖浓到水中变糖水 铁在潮湿的环境中 会跟氧反应 产生了生锈的现象 这个是组成的改变 这个是一种化学变化 好 第二点 我们就仔细介绍 物理变化的定义 物质的状态 或者形态改变 但是物质的组成 跟本质不变 这边也可以写性质 这就叫做物理变化 比如说 金切成小块 加工变形 或者把它融化 本质还是金 所以这是一种物理变化 它性质并没有改变 第二 温度计中的水银 受热的时候体积膨胀 冷却的时候体积缩小 虽然体积发生了变化 但是本质还是水银 第三 水受热蒸发 或者冷冻成冰 外观改变 但是本质都是水分质 所以这个就是物理变化 第三 电灯泡的灯丝通电 灯丝受热发出白光 切断之后 灯丝又恢复原状 所以这是一种物理变化 本质灯丝都没有变 例如 凡是物质的 蒸发灵固 融化 升华 气化 融解等等 这个非常重要 这叫状态的变化 也叫三态变化 这都属于一种物理变化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叫物质的三态变化 好这边有固态 液态 还有气态 这个每一颗每一颗我们就叫做组成的粒子 组成固体的粒子排列的非常紧密 所以它基本上它只可以振动 在原地振动 好这个振动这个名词你们在高中期才会学到原地振动 然后在液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它们距离稍微比较远一点 所以它们可以振动之外 也可以转动 也可以做小范围的移动 好这是液体 那如果是气体的时候你看 它们每一个粒子间隔比较远 所以它们除了振动转动还有移动 而且它们移动范围都是比较大的 好这属于气体性质 从固体变液体的时候我们叫做融化 好这边写融解这个是日本的表示法 融化 所以我们这边写固体变液体我们叫融化 再从液体变气体的时候我们叫气化 也可以叫蒸发 我们写气化 那反过来 那从气体要回到液体的时候 国小学过叫做零解 好这边写零说 这是日本的用语 零解 我们写一下 从液体变固体 我们叫做零固 固体跟气体之间的转换 固体变气体的时候我们叫做升华 那气体也会回到固体叫零华 这些名词其实你在国小就有学过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加入能量的变化 从固体到液体融化嘛融化的话就要吸热 所以他有一种热 我们叫做融解热 其实又叫做融化热 好所以这个是属于吸热 吸热老师就写个吸 好再来液体变气体 我们要蒸发或讲气化 要有一个蒸发热也就是气化热 这也是一个吸热反应 要吸热 所以这个箭头进来的就是吸 箭头进来的就是吸 气体变液体的时候要零解 零解的时候有个零解热 这边写零缩热 好一样是日本的用词 出去的就代表放热 所以出去的时候要放热 如果是放热的话用别的颜色 液体变固体的时候 零固会有个零固热 一样箭头出去代表放热 好这边是放热 待会吸放热下一页会再仔细的介绍 所以你发现往右边跑就是吸热 往左边跑就是放热 这是能量守恒 那固体变气体的时候 升华会有个升华热 进来的这个就是吸热 气体变固体 是一个放热 好这个表非常重要 你要把它背的非常熟悉 好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的话 这边是水 这是水分子的结构 水分子是两颗白配一颗红 就是两个氢原子 配一个氧原子 好这个水我们把所有的物质 都把它看成它是由 最基本的原子 然后组成所谓的分子 我们后面都会学到 好所以这样 一个红配两个白 这样叫做水的分子 这个叫水分子 好一个分子 它在运动的时候有三种 一个叫振动 原地振动 好像这样子叫振动 原地振动 还有它移动 它会移动 还有所谓的转动 它会旋转 好 好这个温度 这个不是摄氏度 这个不是华 不是摄氏也不是华氏 这是凯斯温标 凯斯温标在0度C的时候 在冰点的时候是273度 在沸腾的时候是373度 OK 238是小于0度C 所以小于0度C的时候 是以冰的状态存在 是冰 所以它只会震动 只会在原地震动 好我现在把它加热 好我现在加热到338度C 你把它加热的时候 现在是液态的 液态的水 它会有转动 你看它旋转 它会有小范围的移动 然后一样还有包含的震动 好这是水 它的形状会随容器而改变 好这是水 你再把它加热超过373度C 它就变水蒸气 373 好你看现在到408度C了 所以你看它开始做大范围的移动 它有部分就已经变成 这是变成水蒸气了 这把温度上升会更明显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大范围的移动 感谢观看